大家好 我是泰克老師 今天為大家介紹一下我們的瀏覽紀錄 這是我們的隱藏版的彩蛋 那我們剛開始的你的手機 或是你的電腦 這隱藏紀錄裡面是沒有的 就是瀏覽紀錄 那你如果說有瀏覽過了 比如說我現在有瀏覽泰克老師這一個 那這個瀏覽紀錄裡面就會有 有泰克老師的瀏覽紀錄在這裡面 那我們再到高雄的任何一區去 我們可以看我們看過的 然後再回去 我先把幾個重要的 就是比較經典式的 我們就是先給他看過一遍 先給他看過一遍 然後看完之後 然後等一下我們再來看我們的瀏覽紀錄 看是不是像我們剛才所形容的 這個瀏覽紀錄這個狀況 好 瀏覽紀錄在這邊最多可以紀錄到 可以紀錄到所謂的六筆 那以最新的它會自動排去到最前面 比如說我現在在點這個 泰克老師 對不對 然後它的瀏覽紀錄 它就會被排在最上面 那這邊還有一個我最近七日內的瀏覽紀錄 我點進去 也就是說這個網友 他七日內的瀏覽紀錄都會被紀錄起來 都會被紀錄起來 那這樣有什麼好處呢 可以引流 可以為客戶提供 他曾經看過的 有些他可能想說 我曾經看過哪一筆資料 這筆資料對我來講很重要 所以這個時候呢 這個瀏覽紀錄就形成是一個 很重要的服務了 這是我們這次在 問上的一集裡面 特別增加的 特別增加的功能 好謝謝大家 謝謝